大家好,我是茂迪契的老顽童周通达 我走到这里就忽然看见这棵花树 这个花树的花看上去很像是假花 大家看看,好像是纸扎的花 这个看样子已经开了有一点冒盛期 过了有一点开始要拜下来了 这个花的半也都看着没有精神了 但是远远的看着一树全是粉红色 但是上面还有刚刚开的 花蕾花包的刚刚开,刚刚见红的还有 所以说我看这个树应该是随时都在开花 我们看上去真的就像是一棵假的树 上面是纸扎的花一样 这个地方有的叶子都干了 这个好像不是叶子也是花,干了 看看这个花开的 它是什么花我不知道啊 我对这些东西一切不通不认识 说不出它的名字来 平时也不在意也不跟人问 就算是问了也不一定记得住啊 但是这些只是看得好看 我就顺手把它拍一拍 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呢,其实以前那这里是一片空地啊 后来呢这个 因为那边啊,或者马路 那边,马路那边就是大学啊 所以呢,这里就慢慢的就有这个房产公司来开发 啊,就变成了一个小区 我们远远的看前面那个,马路的红灯那里啊 那里过去那个,就是大学了 十几年前,因为当时我的小孩子比较多生活啊 靠着在山上教一点书的话 薪水也很低也不够不够吃 所以说我就来到山下想要做点小生意 啊,十几年前我就来过这边 想在这边开个小,小食店啊 卖个米干啊,馒头包子之类的 结果,我在这边找,找都找 那边好像是这边有一家 啊,我看中了 是那一家呀,还是这边这一家的啊 我就想要租下来 然后就把租金都交了 交了定金了啊,不是租金啊 交了定金了 后来我老婆来看了看商店上来 啊,这个租金太贵了 觉得这个恐怕难以维持 后来那个定金也没要,就那样就黄了 嗯,现在后边这里又开发出了一排啊 又都开发出了一排啊,这个 嗯,区,这个小区也会开得越来越大 啊,因为这里呢,也有不少是这个,从国内来的学生在这个大学里读书 所以呢,我们看他呢,有些店的招牌,还是使用中文的还有啊,少数,也有的这个店的招牌用中文的 哎呀,太阳真的火辣啦 蜡蜡的,罩在身上真是暖和啊 这里,当年十几年前我来的时候 这里好像是一个小的加工厂,加工服装之类的 现在看样子,经济不景气吧 太过人喜欢花花草草的 虽然这里植物是太茂密了 但是每一家的门城 多少呢,都要把一些花草来点缀 今天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十多年前我在这里住过几天 在这个外面过期点那里有一家旅馆 我在这里住过几天,来观察 大学那边的出租的房子 还有这边,这边这个区域的店铺的出租的情形 我就都来观察过 因为想到这边来做点小生意 最后当然没做成了 隔了十多年了,又来 这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以前这里是一家火锅店 家庭比较便宜 然后大学生们都到这里来吃了 特别是到了晚上 这里坐满的 现在看样子 虽然白天没有营业 看样子晚上这个也不景气 恐怕也不能营业吧 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来到了这边 我们来看看 这边进去就是大学了 我们来看看这里这个 我们前面这个就是大学的标志 这个就是大学的标志 大概两个月前 将近两个月了 我来这边的时候等我的小孩子 因为我小孩子住在里边 我就在那边 在那边那个要上坡的地方 停着车 然后就拍了拍这个 转着圈就拍了一下 这个大学门前的这个景致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 我又把它拍了一下 因为刚才呢 这个稳定器在包里也没有拿出来 所以说就这样拍的也不太稳 很陡啊 就这样吧 对不起啊 谢谢大家